事業得意 對 感情不如意 其實這當中都有 陸陸續續的 認識對之後嗎 蘇瑋現在是前前男友 我們就不聊前前男友 人生誤打誤痛 補救我XX 也是一個很荒唐的事情 董督前前男友蘇瑋 已成仁夫子 招作了這件荒唐事 妳要問妳 哪是誰的對不對 不是妳的 不是妳的 養兔林婷玉 驚奇在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庭運度駕楊明威 結果勝出混血謀娃 荒誕的劇情讓人印象深刻 細薇湯也製造做了這件荒唐事 我覺得我買房子 也是一個很荒唐的事情 我 真不爽 因為人生誤打誤算 我以前也沒想過要買房子 我姊姊跟我講 她說我怕妳六十幾歲了 在台北沒有讓租房子給妳 妳就會跑回來找我 剛好我的好姊妹大雅 在我那時候租的地方 隔壁社區買了一棟房子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那時候很常去串門主 然後後來想說 那我就買在妳隔壁洞 這樣子我們有一點距離 又沒有距離很遠 所以就看了房子 覺得很喜歡 然後我就把它買下來了 前幾天我拿到那個 整個權狀的那個時候 我就這樣抱著它 我就是覺得天啊 我接下來房貸很重 怎麼辦怎麼辦 就是房子有了 但是 愛情方面的感情方面 事業得意 對 感情不如意 哈哈哈哈 那前一陣子才剛分小一個啊 有啦 其實這當中都有陸陸續續的 認識 妳都輸委之後嗎 輸委現在是前前男友 我們就不聊前前男友 那前男友是為什麼 就是 價值觀不同 然後可能 彼此也沒有想要 就是改變 那就不要勉強這樣 就說其實妳交朋友 妳會管他休息 圈內或圈圍 有人是會這樣嗎 我絕對不跟圈內的人交往 我不會 因為我就是開放的就是 大家就是可以交朋友 然後有人就認識 然後去相處 我不會去排斥說圈內圈外 妳過外有帶小孩的嗎 小孩如果好相處我也OK 至於對終身大師有沒有計劃目標 他探驗還是要相信愛情 我記得我35歲以前 30歲要20幾歲的時候 告訴自己35歲以後就不想生了 那我現在已經年紀34了 快遞進去 我還是告訴自己就隨圓滿 如果有就有 我們還是要相信愛情的 欸我們還覺得記者會的時候 恐怖的態度很大方 我們都很大方啊 因為都過去了嘛 都過去了 對啊 那麼久了 就兩年就把 兩年就把 對啊 他當事人在 妳知道嗎 哈哈哈哈 怎麼好像兩張 就開始邀請別人的感情室來啦 想讓你離開 說不定 噓 寶貝 我們在你 不停 我們在你 我們在一起